上一期邱盈盈病床上的单口相声 很是受大家欢迎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还有没有 答案当然是 肯定有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今天邱盈盈的这段病床单口相声 气更足料更猛哦 来生气 对对对 高兴 看不到 看我 然后夸夸剪好胖 小胖的 棒棒的 然后你第一个捧谁啊 捧潮信 我捧潮信当一姐 是吗 对 没我啥事是吧 我走了 你也可以来我们中年为一姐 一姐你先为一姐 哪有鬼 然后还有小孔呢 小孔啊 那你学小孔一般来开始 我就觉得这个不对 就是我也就是那不能这样 反正我都是觉得吧 东雷啊你这个机器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搞 我觉得她头发都快被自己给抓掉了 你的头发也快就丢掉了 想要小涛 小涛啊 小涛今天见你了吗 多好奇迷 她见你了吗 见到我了 给你打招呼了吗 原来说我当很多人说的 我说 我小涛你的戏不行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说你不用这么演 小涛就对我很亲近了 然后 最近我知道了 会好好演的话 我都没说小胖子来看 看出我就不满了 小胖子帮我们小涛喝了 小涛就看出我 你给我讲讲戏呗 就是 要很学义的状态是这样的 我们演戏就是 跟灵魂出墙 这一刻就是 就是求营营 这种感觉 是吧 我们艺术 可能跟你讲 那些观众朋友 那也不大难 听清晰 这种艺术 很高级 嗯 呃 听了这么多 营营咋感觉 你不止是腿换了呢 虽然我们先放下了营营 但那边被营营传染的小梅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你去对我最好的 嗯 说嘛 荣耀 华为荣耀 没事 我就是刚才看见小秋有那个样子 突然之间 好伤感 拜拜 拼命 突然是傻子 如果这么地 Jam 没有 黑的感觉inspait 刚才真的是这样 她的脑袋里有无数个脑 这这这这场那么沉重的哭戏 小美你居然都能这么玩 到了时拍你咋能哭得出来啊 我只能听你跟我说 你觉得有什么最好的 小美 你怎么了 是什么事 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的一句话 你说啊 你觉得有什么最好的 小美 你知不知道最好的 你知不知道最好的 我承认是我想多了 石牌酷戏搞笑走戏 看来小美这功力 我也只能送上两个大写的福气了 还这么疼啊 那我亲眼 咦 过得往右 右 这 你不看我呀 我们下一个找个接口吧 他能接上来 还硬干净 我先找个接口 我去找个接口 就是伤害下来的手的方案 那应该带路 谢谢张医生 张医生可真帅 帅是你说的吗 帅是你看的吗 张医生 不许说帅 不许说看 不许说 不许看 我喜欢硬琴